年輕人眼貴中鋒 一名38歲男性沒有三高病史 但他因為工作應酬 天天抽兩包煙跟喝酒 有天發現身體右側無力 講話口齒不清 緊急送醫後 發現是罹患急性缺血性中鋒 從鼠吸部放管子到腦部 把土塞的血管把它拉出來 我叫他把右手舉起來 他就把右手舉起來了 所以恢復的相當好 禮拜喝好幾次醉的那一種的 就要特別小心 那煙是確定的 醫師表示不管是哪一種中鋒 都要把握救治的黃金三小時 另外最近溫度急速下降 氣溫每降五度 中鋒機率也會提高6% 在秋冬的時候大概比起夏季 我們的病人大概會多 差不多三到四成左右 手腳有比較容易有麻木感 或者是說好像行動 講話方面變得比較不靈活 這些狀況都要趕快及早做一些check 不管年輕人或長輩都要維持良好生活習慣 多運動 注意飲食才能遠離疾病 大愛信用黃才喜 美麗彌華 台北報